我是希望有幾個重點 就因為像這種公式 或者像那個程式VBA 其實說真的 你說難倒也不會太難 其實就是主要一些固定的流程 那你可以掌握 我覺得應該沒有不至於會做不出來 但是如果假設你不會的話 說真的這件事情 就會本來是簡單的事情 那就變得很麻煩 可能花很多時間 尤其是你資料量龐大的情況下 那這個就有必要 一定要把公式想出來 所以想不想的出來公式 那這個就會差異蠻大的 就跟你將來在效率上面 是一個很大的差異 所以我是建議 因為這個東西將來 在你們就業上面 人家一定會非常關心你 會跟不會 那關係到你能不能進入到這個公司 他會不會錄取你 我覺得這個蠻有關係的 因為如果你效率不好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還蠻關鍵的 這個東西其實因為 已經是普遍性大量被使用的 那各位可以了解 反正現在哪個公司是不用電腦 哪個公司不用網路 哪個公司不會產生大數據 一定是到處都是 所以這種大數據分析 跟雲端 還有AI 現在應該AI更不用講的話 AI真的是夯到有個不行 反正你只要產業跟AI有關的話 那都是夯到不行 而且賺錢賺到不行 你比如說股票 只要跟AI相關概念有關的話 那已經漲到不到好幾倍了 所以當然如果你這樣要選擇 你的一個工作的話 當然順水推租會比較簡單 盡量還是要找那個比較會賺錢的公司 不然的話公司不賺錢 怎麼可能會給你高的薪水 所以你會發現 薪水領高的通常是那個公司很賺錢的 那不用講 台灣當然台積電應該大家都不用講 所以你會發現這幾年 那個房子好像漲得非常多 房市已經漲得亂七八糟了 台灣最近年輕人買房子不太容易 但是有一個地區是漲得太誇張了 已經翻倍了 那個地方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在新竹啦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新竹那邊跑 其實大部分都是那個租客工程師 他們其實收入都非常高 那你賺了錢之後他們又不亂花 他們拿去買房子 所以也不是炒房 他其實就是買房 間接的帶動整個房子的價錢 就提高非常非常的多 當然其實應該算是他們這一群 也是算讓人羨慕 因為現在買個房子 其實不太容易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將來也不要差太多的時候 我建議可能要往那個方向去思考一下 因為那個畢竟是目前真的是最賺錢的 那你說當然可以維持多久 我是覺得這個 這應該不可能停下來 回不去的 有沒有 就像你用那個 用手機一樣 有沒有 智慧手機誰會 誰會嫌棄說智慧手機 效能太好 功能太多 對不對 現在還有更多功能 好還要更好有沒有 那他不會停下來 而且現在好像只要那個3C產品 前面掛個AI的話 那這個產品又大賣了 像以前是筆電有沒有 這是一般筆電 但是現在筆電直接給你灌一個AI 這個筆電就是AI筆電 那這個產品的話又大賣了 像那個什麼手機也是一樣 所以你手機前面加一個AI 那就更厲害的手機了 諸如此類太多了 將來可能只要會用到電的 其實都可能會跟AI串接吧 像監視器有沒有 監視器也可以AI的監視器 那電視的話以後也可以 你舉辦所有東西 那像冷氣、空調、音響等等的 其實都可能跟AI掛鍋 那掛鍋這個東西 基本上 我是覺得就有點賣得比較貴 但是還是很多買單 是蠻奇怪的這個現象 所以剛剛的公式 我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九頁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在雲端白板上面的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那今天的話 大概就是把上個禮拜的部分再延伸 所以上禮拜這個部分把它做出來 所以我剛剛又加了一個 Rite的餅班 因為沒有這個的話 好像餅班出來 OK 那至於另外一個方向 就是說 像這樣的公式 其實如果你自己想不出來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再去用所謂的AI部分產生 那當然我其中報告有一個重點 我是希望你們可以 第一個 當然不外乎就是Excel的函數跟公式產生 第二個重點就是做一個樞紐分析 分析什麼 分析系數 所以如果夾以餅班 到底要統計出它的數量多寡的話 那一樣 你就再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 不就有了嗎 對不對 比如說它數量就可以統計出來 到底選客的人數裡面 到底是夾以餅三個班哪個班最多 有沒有 佔比最多的話 那怎麼統計 當然很簡單 你就可以再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 所以如果假設你已經有這個欄位 對不對 那後面當然要做的就是延伸之前的 第一個就是把它變出一個按鈕 有沒有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什麼 加以餅班的一個按鈕 按一下它呢 自動幫我完成 OK 這一個VBA乘4吧 當然你說之前用改的 對 如果你假設不要重寫的話 那直接你就把它改一下 另外的話這邊三合一 就把它改成四合一了 因為現在不只三個 應該四個吧 那清除的話呢 變成你不能只有清三個 你要清四個 OK 不然的話你清除的話按下去 欸 它怎麼清這一塊 這一塊不清到 因為你誠實要改 那至於改哪些地方 我想應該 聰明的各位應該都會 之前有講過 OK 所以喔 我大概改一下 OK 因為我怕各位可能會有些 那如果假設你不會的話 我快速做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你一定要把開發人員交出來 所以這邊的話 制定功能區開發人員打勾 按確定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看到這個背後的程式 其實可以拿年級或學做事來改 那改的方法我前面講過 有沒有這個Visual Basic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程式 我習慣把Visual Basic浮動在上面 然後把這個放大一下 那找到 字太小 工具 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自稍微放大一下 大概12號 字太小 然後把年級的部分拿來複製好 然後貼到底下 改成叫什麼 改成名稱就是這個名稱 本來是夾以柄 再變夾以柄 把這個名稱 直接拿到Visual Basic這邊 因為我剛剛貼上年級 下面不是有一個 把這個名稱 再改成叫夾以柄 有沒有 OK 那接下來的話 到底要程式改哪些地方呢 其實就很簡單 因為呢 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這個年級是低二 向下填滿 那所以呢 因為我把它改成到哪裡 改成F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F就好 所以它再改幾個地方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大概 總共有D大概有一個 兩個 這邊還有三個四個 然後後面的話 還要改什麼 因為我要放入的公式 不是這個公式 所以把這個公式 把它Delete掉之後 把剛剛的公式貼過來就可以了 這公式把它貼過來就可以了 複製 取消之後貼到雙引號裡面 但是有個地方要特別特別小心 哪個地方要特別小心 就是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記得呢 要把它改成兩個 一個 這個都好幾個嘛 一個兩個 三個四個 五個六個 後面還有雙引號 好像還有吧 總共有幾個 有這麼多個 那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要貼過來之前 那我是建議你這裡 裡面的雙引號 一定要變兩個 大概有幾個方法 你貼了之後再改 可是貼了之後再改 都容易改錯 所以我的習慣是 可以把這個公式 先複製起來 然後取消之後 不是直接貼過去 後來想了一個方法 乾脆我先貼到像Word 或者是附屬應用程式裡面的 那個叫記事本 把它貼上之後 那因為我需要做的事情 是把一個變兩個 那我可以自己手動這樣加 不過我覺得還有一個更簡單方法 就是利用編輯有個取代 取代的話 跟他講說一個幫我變兩個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 你要全部取代 那好處就是第一個 太多不用慢慢自己加 第二個絕對不會錯 那把它全部取代 一個變兩個之後 一個變兩個 然後再把這一段公式再複製 直接再貼到剛剛的Videobasic 這個雙引號裡面 那基本上就絕對不會出錯了 記得喔 就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這樣子 基本上 我們就完成了 OK 所以喔 第一個 再增加一個夾翼餅班 最後這個地方 就加 加上去之後 大家把它Run一下 看看會不會OK 目前我把 不過清除可能 再改一下吧 清除我們之前是 從C2到E 所以這邊再把它改成F就可以了 F等於空的 你把它清除掉 把它清掉就OK了 再把夾翼餅班這個指形一下 夾翼餅班OK 那可是喔 如果一樣 假設你要把它變三合一 變四合一的話 那一樣 你就把這個三 乾脆改成四串了 OK 然後呢 因為之前是三個嘛 所以我再補一個 那補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Call什麼 Call 然後把它改成夾翼餅班 這樣的話呢 就又多一個功能 好 那這樣的話 執行它看看 執行 有了有沒有 然後清除的話也有 有沒有 那最後當然你是按三合一 不過你按三合一 當然會出錯 他說 找不到三合一 因為我剛剛改了 所以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再按右鍵 再重新指定它 再去指向四合一 因為已經沒有三合一了 把它改成四合一 然後呢 把上面的名稱 複製一下 然後在這邊 記得直接改成叫四合一 這樣OK 有沒有 四合一了 按下去 清除 那就會多一個四合一了 這樣子 然後 可是底下還要少一個 那個學碩士 底下我再把這個學碩士的複製 然後再貼 因為我們剛剛那個 夾翼餅班的按鈕沒有出來 所以我覺得還要少一個 所以乾脆這樣 先把學碩士複製下來 重新指定它是甲乙餅班 然後把它名稱複製之後 再去修改它上面的名稱 delete 調整貼上 那甲乙餅就出來了 所以剛剛這個 執行就有了 然後清除也有了 好 所以請各位呢 把那個剛剛的 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 我為了要做出這個 夾翼餅班的資料 可以把它輸出 然後我先把公式先產生 產生完之後呢 再利用那個開發人員裡面的 vizobask 那我當然 剛剛做第一件事 直接拿年期來改 改的都是我剛剛講的 那另外公式的話 你可以用記事本取代 記得喔 這邊都第一 有沒有 改成f 然後公式 改成f 第一個 第二個公式把它改過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清除地方 這邊本來到e為止 再把它改f 所以這個清除 比較簡單 就換個地方 然後本來是 這個什麼 三合一 改成四合一 這樣就多一個 OK 然後大概其他的話 就把按鈕改一改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